北极航道对中国和欧洲的贸易 当然包括有俄罗斯西部地区的贸易都非常重要 可能有些朋友都不知道 500多年前地方人搞地理大发现 其实就试过北极航道 整个西方都是高度依赖贸易的 因为它小知道吧 它经济不能治理 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农耕文化自给自足 贸易对中国是可以增加一点收益 但不是生死问题 有贸易很好 没有贸易也没关系 我们能活着 欧洲不是 欧洲没有贸易 它死过去了 那么整个自罗马对国以来 与东方尤其是和中国的贸易 这个贸易通常叫四手之路贸易 对不对 对它的整个经济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1453年就15世纪中叶 是不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了 对吧 然后那个消灭了那个叫东罗马帝国 也叫拜占庭帝国 把那个军师坦丁堡变成了伊斯坦波尔 结果这一来呢 东西贸易就断了 断了对中国没什么影响 或者影响不大 但对西方那是要命的 他依托这个贸易 这个贸易就断了 而军事上他确实没办法 打不过 整个欧洲加起来 打不过那个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他出在绝境之了 那么出在绝境 人家要想办法了 他们一定要恢复东西贸易 然后他们就去找理论 然后说地球没准是圆的 大部分都是水 那么路上我走不通 那我坐的船从海上走 是不是 坐的船往西走 往北走 往南走 也能到东方啊 所以是一场军事失败 中断了欧洲经济的命脉 逼着欧洲人去搞这个地理探险 那么地理探险 当时是三条路线都走过 往北往南和往西 其中往北这条线呢 就没走通 就是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个北极航线 就没走通 那么往南走通了 就是葡萄牙人达加马 是吧 绕过那个 豪旺角 南非那个地方 到了印度洋嘛 往南走通了 然后往西 就是哥伦布发言性大陆走通 但是请注意 就是说人们一直就没有放弃啊 往北走这条线路的想法 一直没有放弃 那过去确实都不现实 因为整个北极啊 都是冰封的嘛 船走不过去嘛 但近些年呢 那个随着气候变化呢 北极航道啊 就有限时可能性了 那个随着那个气候变暖啊 北边洋地区 夏天有几个月 它冰层就比较薄 然后人类现在不是那个 扣冰船技术比以前好 对不对 人类技术进步了 然后气候有点变化 所以至少在夏天 有那么一两个月 北极航道就变成现实了 那么如果北极航道真的能够打通 那么对中国与这个欧洲的贸易 还是很有意义的 对吧 中国当然都知道是第一贸易大国嘛 那么其中呢 与欧洲的贸易基本上就这么走嘛 从中国的海岸线 特别是东部地区的海岸线 是吧 经过这个台湾海峡 经过南海 然后经过马里甲 到印度洋 到了印度洋以后呢 就走红海 走苏伊士运河 在地中海 是吧 再通过那个支布罗托海峡 就到了那个西欧 那么这条线路呢 是主要的贸易线路 但中间大家知道 那个风险很大 最近不是那个胡塞武装 在雅迪湾那里 是吧 打一些那个 这个这个英美船只 和跟以色列相关的船只 那这个航线现在就 就就就受影响了 你必须漏啊 就不能走那个 水伊士运河 走那个好玩就好了 那个就远了 对吧 而且经过西风带 风险很大 保险费也上去了 远了就时间成本 还有蓝油 油的成本 还有保险成本都上去了 人们对这个北极航道的需求 就更迫切了 那么中国呢 作为一个第一贸易大国 而且欧洲是我们主要贸易伙伴 当然我们有迫切的需要 然后 但在这个问题上 俄罗斯比我们还积极 因为走北极海岛 主要走俄罗斯 对不对 从东部出发 经过北太平洋 就到了白岭海峡 然后唠个弯 就就走北边洋了 北边洋这个沿线 这条线全是那个俄罗斯的 那个海岸线 对不对 中间你需要补给 需要救援 那都是俄罗斯的事 对不对 它可以赚钱了 你看 所以呢 那个 反正几方面 是合在一块吧 就开发北极航道 就成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需求 那么中国 俄国都有需求 其中俄罗斯的需求 我觉得更强烈一点 更强烈一些 对吧 这些年代 为了这个 中俄合作开发北极航道 我们谈了很多 但这一次 这个 普京来访以后的 这个中俄联合宣言 好像对北极航道的 琢磨 琢磨啊 就更重啊 对吧 专门要成立一个 很高级的委员会 来探讨这个问题 来推进这个事情 那么 所以 北极航道的开拓吧 成了中俄合作的 未来一个亮点 而且我相信 也会有一定的进展 这个 那最后我还是要强调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也不宜太乐观 因为第一 自然条件还摆着呢 它也就是夏天 两三个月 能够通行 如果我们再投入多一点 是吧 这个 这个破冰船更多一点 它也可能 时间稍微延长一点 比如现在两个月 以后到四个月 但是 毕竟那个时候 自然条件影响 它还是很有限 对不对 另外呢 也不能排除这个 地缘政治风险 毕竟 它要经过白令海峡 白令海峡 不是俄罗斯一方 能够控制 什么 另一方是美国呢 美俄两个国家 是隔着白令海峡 相望的 所以这就是我的 总的一个看法 这个各方面的条件 凑在一块 开发北极航道 这个需求 确实是很迫切的 技术上讲也有一定可能性 然后现在中俄 正在认真地探讨 这是好事 但是我们必须冷静 因为这个航道的开发 还是有很多自然条件的限制 对不对 另外还有地缘政治的限制 所以也不要太乐观主义 不要太浪漫主义 我们要努力的去开拓 但是心里一定要清楚 这个它是有界限 各位朋友大家好 请我录制的这个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诗讲 现在又上线了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 大家应该知道 我一贯的观点就是 中国的周边环境 应该是大国里面最复杂的 周边国家特别多 然后人口特别多 发展程度不一样 政治形态不一样 宗教形态不一样 特别复杂 特别难处理 但是我们又生活在这个地方 你不可能选择邻居嘛 对不对 朋友可以选择 邻居是没法选择的 所以你就得面对它 如何正确地看待 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如何正确地处理 这是永远是个难题 那么我在这个诗讲里面 来分享了我一些看法 希望对大家 这个理解这个问题 有一点帮助 幕志愿者 李宗盛 热 这才不会来 那遍 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